交通部农历年前宣布停止招揽赴中国大陆的旅行团 遭质疑无法缘依据 前总统马英98日表示 两岸关系对中华 民国这么重要 他觉得这政府最奇怪的是不跟对方对话 开放观光真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赶快对话就解决了吗 交通部日前下令停止招揽赴大陆的旅行团 再也立委痛批无法缘依据 更引发官光业者不满 有业者放话若未获得政府合理解释 酝酿屋520总统就值日当天上街抗议 而观光署昨日下午端出法源 以发展观光条例第53条第一项 旅行业管理规则第49条第19款 作为禁团令的法律基础 更称激屋路方禁止组团来台 变更M503航路损及我国国安 衡量组团负路之经营行为 已有损害国家利益 对此国民党立委群起激愤 洪孟凯痛批 民进党政府把观光业者都当卖国贼看待 两岸越加冷冻停滞 业者较苦连天 就能增进国家利益 逻辑根本不通 对此国民党立委群起来的 对此国民党立委群起来的